这场名为樱花与红茶的对话文学讲座 特别来到于慈香举办 县府文化局特别邀请于慈香知名游乐园经理 同时也是作家的黄瑞琪前来担任主讲人 吸引很多民众前来参加 内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里面可能有一些我的办过的活动 我写的文学的一些东西 于慈香的樱花和红茶 是南投县两项很热门的观光产业 也是南投县民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县府文化局希望透过文学讲座 让民众能对樱花和红茶有不一样的认识 因为福远这么广大 很多乡亲没有机会来到我们的文学馆里头 那我们就把这个氛围这样子的讲座 我们带到十三乡镇来 我们发现其实文学的人口还非常多 而且结合在地的氛围规划特别的讲题 让我们把文学融入到生活里头 反而更能够让我们更大众化的这个议题 能够被注意到说原来我们生活里头 就是可以这样子的有文化有内涵 主讲人黄瑞琪 长期在渔池香内的知名游乐园担任行销推广工作 过去因为他计划的活动 成功打响于池香櫻花季的名声 加上他也是作家 用文学的角度来讨论观光产业 希望拓展参加民众不一样的想法 其实刚好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很高兴 尤其在这样的场景 这个秘密花园里面 大家好朋友一同聚会 然后看着这样子的一个照片也好 听这样的歌曲 看这样的图画摄影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合 欣赏窗外的美景 平常年前的渔池香红茶实在是一种享受 对此县府文化局表示 未来将继续在县内各乡镇 举办文学讲座活动 也欢迎县民能踊跃来报名参加